大家好,我是大石爸B 每一次跟家人上深圳玩,我都一定去吃辣 近來我就比較喜歡吃酸菜魚 其實要在深圳找酸菜魚吃就不難 基本上上街都是 一般主打吃辣的餐廳都會有這個菜式 而講到深圳出名的酸菜魚一定有泰義酸菜魚 這間餐廳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大排長龍 如果想來吃東西就要預早兩至三個小時來拿票 拿票之後你又不用坐在這裡等兩三個小時 你可以用微信去掃一掃票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留意到排隊的情況 這次在我們的輪候號碼前面 就有六十多張丑 都整整等了三個小時才有位 如果大家真的想來吃的話 除了有耐性之外 都有幾條規條要注意 餐廳裡每一張桌子最多只能坐四個人 所以他們每一張丑最多只能被四個人入座 而他裡面也不會幫你拍桌和加位 不過他們都會著情處理 我們這次四個大人兩個小朋友 他們都給我們入座 但是就要坐逼一點 當然小朋友就不會太大 三歲左右我相信都還可以 餐廳裡不會有人幫你倒茶滴水 所以如果你要喝茶的話 就要自己去茶水間搞定 想要點餐廳就要掃一掃台面的QR曲 大部份人太熱都不會叫太多菜式 只會叫一盤酸菜魚 基本上一盤酸菜魚都夠兩三個人吃 一盤酸菜魚 我們就叫了一個足夠四人份量的 土豪版老壇子酸菜魚 裡面除了有三條爐魚的份量之外 還會有三款配菜 魚肉和酸菜的份量都非常之多 這盤足夠四人份量吃的土豪版酸菜魚 就二三百人仔 我見餐廳很多食客都是一盤酸菜魚 然後再配白飯 白飯就每碗五元 每次要吃酸菜魚 最快吃完一定是酸菜 如果你覺得不夠吃的話 都可以加酸菜 每盅酸菜就加12元人仔 提一提大家 它的酸菜魚辣味的配料份量固定了 即是它的辣度只有一種 所以它們是不會幫你加辣或者減辣的 食辣食最基本的解辣方法 當然是飲凍水 不過茶水間是沒有凍水供應的 其實是焗你叫特飲的 白香檸檬茶和西柚茉莉茶 都是一個不錯的推介 一杯都只是十多元人仔 我自己就叫了一瓶蜂蜜啤酒 蜂蜜啤酒的顏色比一般啤酒的色水為濃 入口有少少蜂蜜的香 還有挺滑的 而啤酒的麥味也很濃 所以喜歡喝啤酒的朋友不妨試一下 今集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除了like和share之餘 記得訂閱大石BB頻道 還有按鈴鐺 麻煩大家 谢谢大家